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志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星星 今天指數跌了267點 新台幣即將要漸到31元 你可以發現到很多的股票 它今天其實都是收下引線 包含我們一直在講的新星 三定三界的新星 今天一度是跌了半根跌停板 又拉上去 包含像是台光電也是 今天友達也續強 郁金光也續強 你會發現其實指數跌幅很重 但是個股它已經有低階買盤進去 其實就像我講的 新台幣在貶值的過程 指數不可能不跌 指數不跌才奇怪 但是你要說新台幣貶值的過程 你要把它轉換成獲利機會 新台幣貶值但是對於個股來講 一大堆股票它已經沒有空間 就是說它位階已經非常非常低 再怎麼跌也就是這個樣子 既然說跌不下去 就代表說新台幣只要直穩 它補漲的空間跟速度都會很快 所以今天還是一樣 新台幣還沒有正式直穩之前 我們就是針對這類型的股票 下去做佈局 先看指數 以指數來講其實關鍵還是在新台幣 就是說新台幣重貶指數怎麼可能不跌 不跌也很難 但是你要說讓台幣貶有它的價值在 你看新台幣 新台幣不可能無止境地說 往上一直貶值一直貶值一直貶值 只要說新台幣佔上了31元 央行一定會出手 央行百分之百會出手 只要說央行出手 新台幣只會很多股票就會開始補漲 就像我在本週一直強調 為什麼會說 這個時間點買股票 是一筆很划算的交易 因為有太多的個股 它在這個時間點 它的位階不是說地下室 它是地下室裡面的地下室裡面的地窖 這已經幾乎是沒有什麼空間 幾乎沒有什麼空間的情況下 只要說利空打不下去 利多一來 一點點的利多 它就上去了 所以新台幣貶值的過程 會比較艱辛 會比較難熬 這誰也沒辦法 就是說新台幣這麼弱勢 外資一定要去做被動勢的調整 所謂被動勢的調整 就是說外資的投資組合 它是股票債券跟會市 股市會市債市三者組成的 當股市好 它會把資金轉往股市 當會市好 它會把資金從股市轉往會市 那會市裡面如果說美元特別強 它又會把其他的亞洲貨幣 全部都轉往美元 你去看 包含像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今天也講話了 日本日幣的貶值幅度太過劇烈 那準備要寄出一些新的政策 去阻止說日元繼續貶值 那新台幣也是一樣 新台幣如果說佔上了30億元 央行一定會出手 所以它不可能說 無止盡的一直貶值 那只要說直穩 很多股票就是百花其放 所以就像我講的 其實你不要讓說 不要讓新台幣的貶值 要讓它貶的有價值 新台幣貶值 這個過程已經很難擾了 那總不能說 新台幣值穩升值之後 你什麼都沒有得到 是不是 所以一定是說 新台幣貶值的過程 我們針對好股票 已經跌不下去的股票 下去做佈局 所以就像我說的 台幣重貶 我們反而是要試機去減鑽石 只要說台幣值穩 絕對是大豐收 絕對是大豐收 因為這就是台股線階段 最大的優勢 一大堆股票 雖然說產業上有利空 但是它的股價 早就反映過了 就是說已知了利空 它就不是利空了 像面板 面板的利空 全世界有誰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那既然說 大家都知道面板的利空 它就跌不下去 ABF也是 ABF跟PCB也是充滿了利空 但是這些利空誰不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那既然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利空 它就跌不下去 所以我在 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Light跟Telegram 小老鼠 WE178 WE178 記得先加入 這兩大平台非常重要 會告訴你說什麼樣的股票 目前的位階已經非常非常低 下跌空間有限 記者先加入 裡面全部都是獲利機會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有很多的股票 它就是一筆很划算的交易 很划算的買賣 因為下跌空間有限 下跌空間有限的情況下 上漲的想像空間就是無窮 它跌不下去了嘛 跌不下去的情況下 只要有一點點的正面消息 上去的速度會很快 你去看今天的星星 今天的星星就是最好的例子 3037的星星 近期我們一直在講 星星它算是一檔被錯殺的股票 應該說它本身的價值 沒有到這麼低 所以140元還想跌去哪裡 你去看 在今年2022最差 EPS也有18元 那再怎麼樣 明年2023 新產能開出來 最差頂多就持平 那就像我講的 星星在近期有遇到 AVIDIA跟AMD的利空 但是就算 AVIDIA跟AMD真的掉單 星星還是有16元 它再怎麼差還是有16元 那16元的EPS 對比上不到140元的股價 它還想跌去哪裡 這沒有空間 那既然是說沒有空間 只要說台幣直穩 台股稍微的回穩 很快就上去了 而且這邊所謂的很快 不是說一天兩天 有時候就是盤中 一點到就上去 你去看 今天3037的星星 今天指數是跌了267點 267點 今天指數 今天星星是平盤 最低跌到了130億元 馬上拉到了140 是不是 跟我講的是一模一樣 跌破140 它還想跌去哪裡 跌不下去了 那跌不下去 就只剩一條路 要嘛震盪 要嘛大漲 那這是不是 非常划算的買賣 現在買股票 最差最差 損失手續費 不會漲就損失手續費 那只要有一點點的利多 股價就上去了 所以你看 今天的星星 3037的星星 最低跌到了131元 沒多久 大約是一小時 又拉回到140元左右 因為以下 它的空間太小了 下跌的空間太小 那既然說跌不下去 當然會有低間買盤進去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台幣在貶值的過程 很煎熬沒有錯 但是一旦台幣開始直穩 這類型的股票 補漲的速度 跟補漲的空間 都會非常非常大 補漲速度會很快 那現在的下跌 都是接下來補漲的空間 所以你去看 光是今天的下影線 就高達6%以上 6% 今天指數是跌了267點 它足足是6%的下影線 跌下來 它已經跌不下去了 跌不下去 自然會有買盤 131到140 光是今天下影線的價差 就高達了6%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你說台股有什麼樣的優勢 好像說衝刺著利空 好像說整個技術面 籌碼面都不好 但其實台股最大的優勢 就是這個時間點 很多的股票 它的位階一定是極低 怎麼樣都跌不太下去 既然是這樣 只要說有一點點的利多 上去的速度會很快 所以就像我說的 台幣在貶值的過程 你要讓它貶的有價值 貶的有價值 就是要把握震盪 一檔下去撿鑽石 星星就是一檔鑽石 這類型的股票其實還有很多 就是說 就算它的產業面 今年再怎麼差 但是股價已經提前反應過 下跌空間也很有限 南電也是 你去看 南電的股價也是非常的委屈 今年2022最差28元 最差28元 因為說南電在今年第二季 有新的產能開出來 新的產能開出來之後 明年最差也有30元 它跟星星一樣 南電跟星星的客戶群 都有AVIDIA跟AMD 所以AVIDIA跟AMD如果說出現 什麼樣的利空兩檔都一起受害 好 那它也跟星星一樣 就算說掉了這邊的訂單 它整體的獲利還是很漂亮 你去看 今年最差是28 那就算 掉了AVIDIA跟AMD的訂單 最差也有26元 26元的EPS 對比上不到240元的股價 它還想跌去哪裡 跌不下去了 不到240元的股價 那它也不是什麼雞蛋隨腳股 它是一檔 體質健全 財務也健全大股票 那ABF載板這個東西 它本來也是趨勢性的產業 電動車 那接下來的一些衛星系統 都會用到 那既然說它有它的獨佔性 趨勢性也有 本益比只有7倍8倍 怎麼可能還會跌 應該說下跌空間非常的有限 就算是說短線上 受到大盤的影響 稍微震盪 買盤的速度也很快 這就是我所說的 台幣在貶值的過程 你說什麼樣的股票 能夠逆勢 完全不受影響很難 因為畢竟說 這誰都無法避免 台幣就是這麼弱勢 但是如果說去挑選 這些位階低的股票 一旦跌下來 買盤的速度會非常快 一下子就上去了 所以其實當大盤 因為大盤目前的位階 跟整個氛圍還是比較不好 當整個大盤的格局 比較差的情況之下 反而是要去找這些 已經跌無可跌的股票 下去做買進 因為跌無可跌的股票 它不需要什麼天大的利多 只需要一點點的正面消息 股價就會上去了 就像我講的 其實說當大盤在一個 比較合理的多頭行情 多頭走勢 那我們要去挑的 就是最強勢的股票 挑最強勢的股票去買 但是當大盤整個格局 比較不是說這麼的好 市場信心比較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去挑的反而是要是這些 相對來講下跌空間有限的股票 像是台光電也是 本週有講過 2383的台光電 台光電在iPhone的占比也算高 大約是兩成左右 台光電它兩大產品線 一大產品線是iPhone 另外一項產品線是CCL 銅箔基板 銅箔基板這個東西 本來它的技術門檻就已經很高 有它的寡占性在 好 台光電在銅箔基板的占比 大約是4到5成左右 它的產品有它的獨占性 本身的獲利也不差 怎麼可能不漲 你去看 以今年來看 全年保守16元 上看18元 9月6號星期二有講 就昨天 不到170的股價 它還想跌去哪裡 跌不下去了 你說 今年16元 上看18元 它又是銅箔基板 產業有它的門檻 寡占性在 不到170 170以下 還想去哪裡 是不是 今天指數跌了267點 它歷勢上漲了4%以上 那就跟我講的一樣 跌破了170元 買盤馬上就進場 為什麼 就是太便宜了 238上的台光電 又加上說 你去看 台光電今天 一度是跌到了159.5 跌下來沒多久 也是大約是1到2個小時左右 買盤馬上進場 拉到170元 因為170元以下 它已經沒有什麼空間了 170元就是地下室的地下室 裡面的地窖 幾乎是沒有什麼下室的空間 那像這類型的股票 是不是很划算 買進去之後 最差最差的情況 頂多就是不會動 不會動 頂多你就損失手續費 但是只要有 一點點的利多出來 它就是拉上去 這個就非常划算 下跌空間有限 但是上漲的想像空間 是無窮 所以包含像台光電也是 把握正下跌空間有限 上檔卻是無窮 要把握這樣子的震盪 下去撿鑽石 所以我們明天一樣會針對 中秋連假過後的行情 下去著手布局 因為就像我講的 新台幣快要直穩了 為什麼快要直穩 因為貶持幅度太誇張 只要說正式佔上了31元 央行一定出手 央行只要出手 新台幣直穩 很多的股票就會開始百花齊放 尤其是這類型 它已經跌無可跌的股票 一定要利用 新台幣貶值的過程 下去提前去撿便宜 一旦台幣直穩 我們就是大豐收 所以把握機會 明天收盤前 我們會買進全新的股票 利用廣告時間來電 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新台幣貶值的空間 已經非常的有限 既然說貶值空間有限 就代表隨時會直穩 只要直穩這些股票 全部都會補漲上來 你去想 以全球的央行來講 最不支持去干預貨幣的 就是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當時有講過 它寧可讓美元日元 一直貶值一直貶值 也不希望去影響到經濟成長 但是這個時間點 連日本央行都說要出手 救日元 那你去想 台灣央行怎麼可能不出手 一定出手 只要繼續再貶下去 早晚會出手 那只要出手 新台幣直穩 很多個股就百花齊放 應該說未接低的股票 就會開始百花齊放 所以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非常重要 會告訴你說什麼樣的股票 這個時間點 它已經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 Light跟Telegram 小老鼠 W11178 記得先假日 裡面全部都是獲利機會 尤其是有一些跌生的股票 不是說跌下來你就要去殺低 就像星星好了 星星僅說的南電 可能說這一次跌下來 會有很多人說告訴你要去換股 要去縫地去做轉換 但是你去想 不到140元的星星 是要換到哪裡去 是不是 要換也是等到它拉到它的滿足點 所以其實像這類型的股票 如果說原本是持有 這些都不用去殺低了 因為只要新台幣直穩 上去速度會很快 所以你看這個位置 可以去觀察一下 只要說站上31 看一下央行的動作 就會知道這個位置 差不多會是它的天花板 那以指數也是 指數這樣子的跌幅看起來很驚悚 但是其實你卻對比新台幣 台幣看起來更驚悚 就是說台幣這樣子的貶法 指數不可能不跌 但是你要讓台幣 貶得有價值 總不能說貶值就算了 既然貶值了 我們就要從中去找到活力機會 否則不就白貶了 是不是 所以就是新台幣貶值這已經是事實 但是不能讓它貶得沒有價值 所以關於說 因為新台幣貶值而被誤殺的好股票 這個時間點全部都是買點 而且它是一筆很划算的買賣 下跌空間有限 上漲想像空間卻是無窮 140的行星 跌不下去了 今天馬上就有買盤 2383的台光電也是 其實說整個PCB廠當時有講過 新台幣重貶 對於整個PCB廠來講 它是利多 因為大部分的PCB廠 它的毛利率都不高 毛利都不高的情況下 只要說新台幣貶值的幅度夠大 對於這些PCB廠 它的盡力都會提升 以新台幣這兩週的貶值幅度來看 PCB廠的盡力 大概是可以提升3到5% 盡力提升3到5%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所以是不是往上拉 這也是 170元以下買進 今天就算指數跌了267點 還是上漲了4% 是不是 輕鬆就是4% 而且這是風險非常非常低的4% 因為170以下 它就跌不下去 全點16 上漢18 又是銅箔基板 又是寡占性的產業 低於170還想去哪裡 包含像是郁金光也是 3406的郁金光 近期近兩週大盤不好 郁金光還是一直在逆市漲 當時有講 400到4100以上下 進場佈局8月30號 拉到441.5 8月31 451 9月2號 459.5 9月6號 再創短線新高463.5 今天9月7號 一度是又在大漲了將近3% 重點是 今天指數是跌了267點 它逆市上漲了將近3% 這一段非常抗跌 是不是 從400元到最高463.5 它完全沒有收到大盤的影像 為什麼 它的位階夠低 它有未來的想像空間 又有原有的數字 不到450 還能夠跌到哪裡去 你還希望它跌到哪裡去 就像我們一直在舉例的 一台全新的iPhone 賣個2000元3000元 你還希望它要給你多少折扣 不可能 因為就是已經太低了 所以包含像郁靜光也是 它的位結構低 就算大盤震盪 大盤本週跌了3500點 它照樣是逆市漲 你看這一段 它幾乎是完全沒有受到大盤的影響 就是這樣往上拉 最高463.5 這一段也是大約是15%左右 就像我講的 上開到15到30 不到450 都是很便宜 重點是接下來還有新品 當然說蘋果的新品 連帶著其他的相關產品線 像是GIS這些 它都會連帶受賄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這類型位階非常非常低的股票 不是說它完全不會受到大盤的影響 你說新台幣貶值幅度這麼誇張 一定會受影響 但是我能夠確定的是 這類型的股票 它目前的位階 就是在地下室的地下室裡面的地窖 我能夠確定說它震盪之後 一定會有買盤進場 新興台光點就是最好的例子 包含像友達也是 看空了一年 前一週突然講 講完馬上往上拉 一樣是逆勢大盤在漲 上週繼續漲 本週以9月5號17.45 9月6號17.7 今天指數是跌了267點 相對強勢 這樣子的走勢 雖然不是說最強 但是它是一檔友達 它是一檔股本將近千億的友達 而且今天本週指數是非常疲弱 相對來講它還是往上漲 因為它的機起就是已經非常低了 就算說昨天有三星的利空 昨天三星說第四季可能會 面板的訂單會往下修 面板出貨會下修 這對於它來講也是利空 但是還是逆勢漲 那就像我講的 這類型的股票它已經跌無可跌 跌無可跌第一不怕利空 第二只要有一點點的正面消息 股價上去的速度會非常快 所以這個時間點 預計明天買盤還是會比較清淡 畢竟新台幣還是弱 進場去佈局 因為不要讓新台幣的貶值沒有價值 既然新台幣都貶了 就要讓它貶的有價值 明天我們買進的股票 主要就是看好中秋連假過後的行情 那我們買進的股票都是這類型 已經跌無可跌 而且非常划算的買賣 所以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台幣重貶就是要去減鑽石 只要台幣值得問 我們就是大豐收 因為股價已經提前反應過利空 下鐵有限上檔無窮 把握震盪一定要去減鑽石 直接來電或視訊我兩大平台 謝謝各位 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